士兵放哨时突然发现 公路上出现一个女人 而且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 二话不说拿起枪就准备射杀 警告他此地已经完全封锁 不离开这里他就开枪了 可女人根本不怕 反倒是加快了脚步 几秒钟的时间就来到了桥的另一边 士兵大喊着叫他停下 女人依然自顾自地向营地方向走去 本应该直接开枪射杀 可士兵却心慈手软 殊不知就是因为他的意识心软 害死了营地里所有的战友 等他返回营地时 就惊恐地发现一名战友因为感染而死 转头一看司机也死在了车上 他怀着一丝希望走进帐篷 扑念而来的恶臭令他无法呼吸 没想到因为自己的意识疏忽 害死了所有的战友 而且那个女人也死在了这里 幸运的是其中一名战友活了下来 但他的状况不太好 转眼的功夫就开始神志不清 呕吐不止 几秒钟的功夫病毒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士兵名叫马丁 因为怕被部队惩罚当了一名逃兵 转眼六年时间过去 脱去军装之后成了一个亡命毒 也就是他带人在地堡中抓了丽莎姐弟 想让他们带路寻找下一个地堡的位置 因为只有地堡中的食物才能让他们活下去 没有走多远 就发现前方出现了一辆越野车 马丁赶紧叫停大家趴下来隐藏 帕克拿出一块隔热布覆盖众人身上 两名政府士兵走下了车 其中一人拿出一个物件向天空一跑 这是一架高科技无人机 可以通过热成像搜查到活体生物 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幸存者 但并不是丽莎他们 而是另外一个倒霉的女人 两名士兵直接追了上去 事后马丁就叫上大家逃跑 可丽莎却胜母心爆棚 说什么都要帮一下那个女人 完全忘了当初就是因为自己的好心 害死了自己的妈妈 但马丁欣喜大家的安危并没有答应 丽莎斥责她没有人性 安娜选择留下来和她一起去救人 眼看着自己的相好要去送死 马丁也只好无奈地带人跟了上去 此时的女人正在疯狂逃命 没跑多远就遇见了一个臭水沟 纵身一跃竟然直接跳了过去 腿却不小心陷了进去 拼命挣扎的时候士兵已经追了上来 还好马丁及时开枪解决了他们 转头一看水沟的下游 发现了一只被感染过的动物尸体 马丁思索了一会儿 无情地给了女人一枪 因为女人很可能已经被病毒感染 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隐患 在末日世界杀个人真像 打死一只老鼠一样简单 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了一处村庄 打算在这里休息一晚 好心的卷毛在一具尸体上 发现了一双鞋 拔下来丢给了尼克 虽然很抵触但也不得不传 一旦脚上沾点泥水 也许就会被感染 即使口渴了也不敢直接饮用 而是要先通过蒸馏后才敢喝下去 本以为从地宝出来后会一切变好 可没想会这么糟糕 就连自己的生命也可能随时受到威胁 而且马丁这帮人明显是在利用他们 没准找到地宝之后就嫌他们累赘 转头就会杀了他们 一想到这尼克无比心烦彻夜难免 只能握紧姐姐的手找点安全感 可刚要睡着 就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转头一看是安娜鬼鬼祟祟地叫醒了马丁 尼克好奇地跟了上去 整个房间都冲刺着急促的呼吸声 这也是尼克第一次体会到了男女之间的奇妙 但也只有躲在门后偷看了份 可安娜这个女人并不简单 自从丽莎姐弟两个加入队伍之后 时不时地会偷看马丁 似乎年轻帅气地更符合她的口味 而马丁也对昨晚见到的一幕念念不忘 一步流神踩进了一个水沟 吓得她直接将脚抽了出来 帕克发现情况不对 就叫马丁过来查看 先是叫安娜离远一些 端起枪准备杀了她 吓得丽莎赶紧跑过来堵住了枪口 恳求她检查一下再说 看丽莎这么坚持 杀了她弟弟丽莎肯定不会帮他们找到地坡 只好叫上安娜戴上手套 脱掉马丁的鞋检查她的脚是否沾到水 幸运的是她的袜子足够厚 马丁这才放下了防备 丽莎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穿过一片树林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地坡